大家我们想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全团各地天气都还是相当晴朗稳定 但是稳定天气就到今天了 明天开始天气就慢慢的会有一些变化了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台湾上空 云量还是比较偏少 所以天气晴朗 那么另外从这个风下上面可以看到 风下已经转成有点偏南风 到这个南南东风 所以是这个比较温暖的气流 会把南方的暖空气给带上来 所以温度在逐渐的回升当中 但是因为天气晴朗 比较无云的这个关系 所以辐射冷却还是很明显 如一之后到隔天清晨 这个温度还是会下降速度很快 还是比较偏冷 提醒大家还是要添加保暖衣物 那么从这个未来几天的云图预测上面 可以看到 未来几天会有变化 就是礼拜三 明天会有一道风面云气通过我们台湾 但是这道风面 其实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因为这道风面本身就是比较微弱一些些 而且位置比较偏北 那么重点是风面通过之后 还会有南风增强的情况 会把南方比较温暖潮湿的空气给带上来 所以礼拜四开始到礼拜五礼拜六 甚至礼拜天礼拜一的水气量 都会比较偏多 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尤其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甚至像南部 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暖阵雨的机会 所以这个礼拜主要变化是礼拜三的下半天 到礼拜四开始 这个降雨几率会提高 你在温度的话 是比较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云图上面 从这个预测图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深紫色 就是代表强烈的冷空气的位置 是比较偏北边 对我们南边 这个台湾附近是比较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要出国 要前往像是日本 或是中国北方的话 或是韩国 就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了 那么台湾这几天天气变化 主要是这个温度变化 主要是受到天气的影响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空气品质的话 可以看到PM2跌骨 气全部为例的预测 在这几天 我们台湾的这个浓度值 可能稍微的偏高一些些 那么在扩散条件 比较不好的地方 像是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风速比较微弱的地方 要稍微注意一下 空气品质的状况 过来几天容易下雨的地方 主要是在我们的 银峰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但是礼拜四礼拜五 主要南方水系北上之后 全台湾也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可能会有局部 雨势比较大的地方 还是在我们的银峰面地区 这个我们的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 这个雨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外几天 我们北部的话 天气预测 基本上是大概从 礼拜三明天开始 降雨几率会稍微提高 温度的话 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变化 在南部的话 也是类似的情况 主要都是因为受到 南方水系北上的影响 所以雨量会变多 也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温度的话 大概是低温 雪前到19度 中午高温 大概是23到26 27度左右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日游温差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 这几天天气重点 就是今天天气 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就到今天 明天开始 方面雨漆就会南下了 那么今天还是要 特别注意 其实日游温差会比较大 明天方面雨漆 流过台湾之后 接下来礼拜四开始 水气量会有 比较明显的增加 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序